卡塔尔 中东波斯湾的一个小国 国土面积只有1.15万平方公里 你看这是中东这片地 它跟沙特 伊朗 伊拉克比起来 那就是个豆 但你可别小瞧这个豆 咱们上一期聊世界杯的时候聊过 它今年花了2200亿美元 办了一个史上最贵的世界杯 甚至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 在沙漠里把一座高科技城市拔地而起 我跟你说 你就在它首都多 哈溜达两圈 你看那满天的摩天大楼 和满街穿梭的顶级豪车 你就能想象卡塔尔有多有钱 2017年卡塔尔按购买力评价的人均GDP 是12.8万美元 全球排名第一是美国的两倍 不过这个人均GDP第一 它稍微有点坑 这个我们一会儿细说 卡塔尔著名的国家基金 叫卡塔尔投资局 据估算它管理的资金有4500亿美元 比巴菲特管的钱还要多 这是什么概念 就你把它均摊到卡塔尔 30多万公民头上 一个人就有150万美元 你说它怎么就能那么有钱 它是如何做到 在沙特和阿联酋的施压之下 逆风翻盘 而为什么卡塔尔的第一大人种 是印度人 卡塔尔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首先卡塔尔为什么有钱 这个很简单 我相信你巴胜也猜到了 它在中东嘛 那当然是因为化石能源了 不过对于卡塔尔来说 最重要的并不是石油 而是天然气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天然气 1971年卡塔尔从英国的统治当中独立出来 紧接着石油公司Shell就在卡塔尔北边的波斯湾海域挖到宝浪 它发现了一片巨大的天然气田 现在被称为北方气田 The Northfield 这是目前已知全球天然气储量最大的气田 占了全球的15%就这么大一片气田都归这个豆 其实这个气田是伊朗跟卡塔尔瓜分的 不过主要呢都在卡塔尔这边 好家伙你说发现这么个大宝贝 那卡塔尔不是立马就麻雀变凤凰了吗 嘿嘿 其实并没有 What 因为技术限制 那个时候运输天然气呢主要是靠管道 但是卡塔尔在那个地方属于就鸟不拉屎 离主要发达的西方欧美日本都比较远 变管道呢就完全不划算了 卡塔尔虽然坐拥着宝藏但是还没有办法挖出来变现 那时候主要还是靠卖石油 你从卡塔尔人均GDP就能看出来 基本上就是跟着油价走的 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啊油价是非常低的 也就二三十美元一桶 所以那段时期呢卡塔尔日子也并不好过 而在这种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呢 就很容易发生一件事啊就是政治动荡 和很多中东国家一样啊卡塔尔它是个君主制国家 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叫埃米尔 英文叫埃米尔 为了方便啊我们就把他叫国王 卡塔尔不是1971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了吗 刚独立一年啊当时那个国王的堂弟叫哈利法 就篡夺了王位之后就一直又当了二十多年的国王 这个哈利法有个儿子叫哈马 名字可能有点多啊不过就这俩 主要的这个人呢是哈马 这是主人公 这个哈马的他接受西方教育比较多 他就不太同意他父亲那个传统的统治方式 再加上90年代经济持续低迷 于是1995年6月 这个儿子哈马的就在他爸去瑞士访问期间 发动了政变 成功当上了卡塔尔的新国王 后来他爸气得半死 他立刻联合周边什么沙特阿联酋 在半年之后试图把这王位再给夺回来 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你也能看出来 卡塔尔边上像阿联酋沙特巴林 其实跟这个哈马都不太对付 反正虽说哈马当上国王的手段有些激进 不过他后来的一系列政策和统治理念 真的是让卡塔尔原地起飞了 他首先第一个想法是非常之简单 我们卡塔尔的未来就是天然气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天然气变现 不能叫变现 我们要将这些天然气输送给需要它的人们 所以他一上任就倾全国之力大量投资 来研发一项新的技术 就是液化天然气LNG 简单来说 就是把天然气在零下160多度的低温把它液化 这样的体积就会缩小成原来气体的六百分之一 可以方便运输和储存 其实这项技术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 但是受限于技术一直没有办法低成本的商业化 卡塔尔就花重金建立了一系列 跟液化天然气相关的基础设施 比如压缩 储存 运输 气化等等 很快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就成指数上升 现在卡塔尔是全球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 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你看看这个榜单里还有谁 俄罗斯 美国 澳大利亚 这里边就连国土面积最小的澳大利亚 那都是卡塔尔的六百多倍 更关键的是 卡塔尔作用的这个北方气田还有个特点 就它不光储量大 而且非常好开采 就你一碰它就出气儿 这就意味着在卡塔尔开采天然气成本非常低廉 天然气开采又多又便宜 那你说卡塔尔它能不有钱吗 但是你可别看它化石能源多 就可以高准无忧了 你看看什么津巴布韦 委内瑞拉 这都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案例 这俩国家之后有机会我们单聊 像卡塔尔这种中东石油国家 有了钱之后 它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就是得分散风险 卡塔尔现在60%的GDP都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 那要是油价低的时候 或者甚至以后大家如果不需要石油天然气 那它怎么办呢 所以它就需要想办法趁自己手里有钱的时候 来降低自己对能源的依赖 找到新的增长点 那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投资 尤其是去海外投资 我们之前也说过卡塔尔投资局 那是横扫全世界 是全球前十的国家基金 这个其实就属于中东国家典型操作了 你想想看科威特投资局 阿布扎比投资局 沙特投资基金 这些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体量能做上千亿美元的国家投资基金 你看连名字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光靠外部投资肯定是不够的 刚才往长远一点想 你不光得投资别人 更重要的是你得投资自己本国的经济 这个其实也是卡塔尔做的非常成功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想学边上的迪拜 就是砸钱在沙漠里边给你升拔起来 一座未来感十足的高科技城市 用超高的成本来建立这种非常诱人的城市基础建设 来弥补自己名气啊 商业环境 自然环境等等一些方面的不足 我跟你说 这哈骂他还真挺敢想的 他不光只想打造一个多哈 他还希望能够从零打造一个最顶尖的 汇聚最高科技感的城市 就是卢塞尔城 真的见得跟游戏似的 而他举办世界杯 其实就是顺便想宣传一下自己 顺便说一下 世界杯的决赛 就是在卢塞尔体育馆举办 你想如此短时间完成这么大规模的基建 那除了需要钱 就需要人了 从1995年到现在 卡帕尔的人口从50多万 涨到现在将近300万 不到30年翻了5倍多呀 而且光2022年这一年 人口就飙升了13% 你说卡帕尔人民整天在家生孩子吗 那肯定不是了 其实这里边更多的是外来打工人的助力 在这300万人里头 卡帕尔国籍的人只有区区31万 也就是说这个神奇的国家里边 只有11%是自己的公民 剩下全是打工的 就是因为卡帕尔有这么大量的外来人口 所以他的人口分布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个是美国 日本 韩国的人口分布 我其实就随便找几个对比一下 不管每个年龄段分配怎么样 但是你看这左右男女基本是对称的 而卡帕尔呢 他长这样 你看20到54岁 这男的比女的多出那么多来 嘿 没错 就是因为这些主要都是外来打工人员嘛 因为卡帕尔建那些基建 就需要很多体力活 这些呢基本都是男的干的 所以卡帕尔的男性比例高达75% 国内人口数量最多的是印度人 高达70万 再往下呢是孟加拉国 尼泊尔 再往下才是卡帕尔本国人 所以本国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 而卡帕尔的失业率你知道是多少吗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以为我在开玩笑 0.1% 当然有统计说是0.3% 总之就是非常地方上低 都不到1% 这也是因为卡帕尔有很多外来的打工人员嘛 你想你要是没有工作人 肯定不可能让你进来 事业率自然就低了 不过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呢 就是卡帕尔的人道主义灾难 它给大部分外来打工人口的工资 是非常低的 同时呢也缺乏一些基本的保障 你想在卡帕尔那么热的工地里头搬砖 夏天最高能到50多摄氏度 又缺乏专业的保护措施 而且它早期的签证打工体系 可以说是那种半绑架式的 就是你想走都没那么容易 据估算2010年之后 大规模的工程导致卡帕尔死了 6500个外籍打工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外来打工人 那个工作环境其实非常恶劣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不过确实在外来打工人的帮助下 你要是看卡帕尔的经济 那可以说是飞速发展 你要是对比卡帕尔沙特 阿联酋的人均GDP 你就会看到从95年哈马的时期开始 卡帕尔就一记绝尘 摆脱了简单跟随油价的那个共振 这儿我顺便提一嘴 我在查这个人均GDP的时候 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我经常听很多媒体就大肆宣传说 卡帕尔的人均GDP是全球第一 12.8万美元是美国的两倍 多 我开头也是这么说的 但我当时自己一查 就发现卡帕尔的人均GDP 是6万多美金 并没有美国高 那你知道是哪出了问题吗 是我在骗你吗 其实这俩数都没错 就后面那个6.1万美元呢 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GDP 就名义GDP 你产出多少 我就直接给你换成美元 而那个12.8万呢 是叫购买力评价人均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简称PPP 它来衡量经过物价调整之后的GDP 因为你想发展中国家 一般那个物价相对低一些 卡帕尔的物价只有美国的一半 那我就给你这个GDP乘以2 来衡量你真正多少产出 你要是按PPP这个算法 全球GDP总量最高的国家 其实是中国 有点意思吧 咱们回过头说卡帕尔 在中东这么个地方吧 你拥有财富的同时 也伴随着动荡 你看边上这几位大哥 经常时不时的 就来找找你的麻烦 卡帕尔作为地图上这么个斗 它想维持住自己的稳定发展 也不是那么简单 来咱俩简单了解一下 卡帕尔周围这个乱七八糟的局势 中东波斯湾这边 主要有两大阵营 沙特阵营和伊朗阵营 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 都是坚定不移的 站在沙特这边的 我卡帕尔呢 他虽然也是阿拉伯国家 也得管沙特叫大哥 但相对来讲 他就不是那么想站边 就相对来讲 跟伊朗走得比较近 这个就让沙特大哥 看着你非常不爽了 就时不时的来找你点麻烦 所以啊 这个卡帕尔的国王哈马特 他就想出了几招 可以制衡的办法 让不管是沙特还是伊朗 都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首先啊 咱得找个靠山 卡帕尔就找到了美国 举着双手 欢迎美国到卡帕尔驻军 让卡帕尔成了美国 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这下有了美国这个靠山 卡帕尔心里就有底多了 但这肯定还不够 你不能把自己的希望 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 对吧 所以呢哈马特又来了第二招 这招还挺聪明的 就是媒体 他就建立了阿拉伯国家当中 最具有影响力的 一个全球性的媒体 叫Al Jazeera 半岛电视台 这个是中东第一家 英文的电视媒体 很大程度上 潜移默化地就推动了 卡帕尔这个小国 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经常时不时就炮轰一下 周围的沙特阿联酋 也给自己拉了不少仇恨 这样一来呢 一边有美国撑腰 一边有自己影响力的输出 沙特就算看卡帕尔不顺眼 也不太敢动他 但是在2010年12月 突尼斯爆发革命 推倒了政权 之后引发了边上埃及 利比亚 叙利亚等等一众的 阿拉伯世界国家 他们的民众要求 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 于是就陷入了动荡 甚至战乱 整个这一波呢 就史称阿拉伯之春 这就让沙特的国王 如坐针战了 恰恰又在这个时候 卡帕尔又跟伊朗那边 走得比较近 沙特可就真急了 就卡帕尔 你也太不把我这个 沙特老大哥放在眼里了 最终啊 忍无可忍 在2017年的时候 沙特联合着作为 阿联酋 阿联埃及等国家 对卡帕尔进行了 非常严厉的封锁 注意啊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 经济制裁了 而真的是全面封锁 叫做的 Katar Blockade 就卡帕尔连飞机 都不能从沙特的领空飞过 而沙特那边 所有的本国人 立马从卡帕尔撤离 就连沙特的骆驼 都得连夜 从卡帕尔给运出来 沙特联盟呢 就想用这种 非常强硬的方式 来威胁卡帕尔 一共提了13条要求 这里边最主要的 第一 你得减少跟伊朗的关系 第二呢 你得停止跟 土耳其的军事合作 第三 你得关掉那个半导电视台 不然呢 我就一直制裁你 你看这个半导电视台 厉害了没有 它竟然跟前两个 是并列的 你可见它的影响力 有多大 这个突如其来的制裁 一开始对卡帕尔的 打击还是很大的 卡帕尔这么富有的国家 甚至面临连粮食 都不够的情况 毕竟你想要 坐落在这个沙漠半岛上 卡帕尔有90%的粮食 都是靠进口的 IMF也在2017年 把卡帕尔的经济前景 调成为富的 那你说卡帕尔 应该立刻就陷入危机了 对吧 你想要只有 有300万人口的小国 怎么能承受 就周围几乎所有啊 这一圈国家 对它进行的全面封锁 嘿 人家卡帕尔 确实就是有底气 你说我坐拥着 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 我还怕你制裁吗 我有钱呀 对不对 你不是不让我 跟伊朗 土耳其来往吗 嘿 我就来往 就来往 就来往 你不让我干什么 我偏偏就要干什么 卡帕尔转头 就跟土耳其 跟伊朗签订了 大量的贸易协定 你不是不让我 飞机从你沙特点上飞吗 他把美元给伊朗 来换取他头上那片天空 伊朗就趁机还赚了一大笔 你看啊 这个是制裁前后 从多哈出发的 那个航线图 你不知道还以为 沙特那儿 怎么是个死亡股什么的呢 卡帕尔又跟土耳其这边 也签订了大量的粮食订单 你给我粮食 我就给你投资 在刚刚制裁不到一个月 土耳其这边就火急火燎的 给卡帕尔运送了 大量的粮食 而作为回报呢 卡帕尔也变成了 土耳其的第三大投资人 短暂的衰退 之后立马就缓过来了 又恢复到了经济增长 再加上自己内部的改革 就不光让这个制裁 几乎完全失效 反而还帮助卡帕尔 降低了对沙特阿联酋 这些国家的依赖 最终沙特一看 不光制裁没啥效果 反而自己这边 经济利益还受损了 就灰溜溜在2021年 取消了对卡帕尔的制裁 之前给卡帕尔那13条要求 卡帕尔是一条也没做 2022年的俄乌战争 又让天然气极度稀缺 欧洲开始高价 收购各国的液化天然气 这对卡帕尔来说 简直就是神助攻 估计国王晚上 做梦都能乐醒 虽然化石能源 早晚会成为历史 全球的石油使用量 也预计会在2030年 达到顶峰 但是天然气 尤其是液化天然气 因为它极其清洁 也算是化石能源里的贵族 预计它的需求量 将会持续到2040年 才会达到最高值 或是现在的两倍 看来卡帕尔还是有 足够的时间和金钱 去慢慢摸索 下一步该怎么走